台中市大理区立德里7号无预警停水 造成居民无水可用 自来水公司派人到场检测找到原因了 发现是水管破裂导致 已经派人开挖抢修恢复工水 但民众却抱怨一旁路面凹凸不平 就像是波浪一样担心用路人的安全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尽快查明原因并且改善 行车记录器排下民众开着车 行进台中大理立中街 路面突然变得凹凸不平 因导致车辆剧烈上下摇滑 就好像是在坐船一样 让驾驶忍不住 脏话都飙出口 还好车速不是很快 不然很容易发生危险 附近的居民说这路面像波浪一样 就好像地层下线 而且前前后后已经补铺过三次 路面还是无法铺平 不仅路面凹凸不平 就连一旁的人行道也出现裂缝 缝隙有三根 手指头这么大 原本是连接好的 而造成现在的一个 那边的一个低洼下陷后 而造成这个整个裂开 里长说两天前这一区还发生无预警停水 上千户居民无水可用 虽然事后自来水公司人员到场检测 发现是水管破裂 但居民都怀疑究竟是漏水 导致路基掏空下陷 还是地层下陷导致水管破裂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查明原因 并且改善 介绍洪建民台中报道